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客服通话进行 重要的是拥有大家庭的人 有权获得比其他人更大的折扣 但他们必须在政府办公室提前申请 总理府国务秘书多默奥尔萨巴在其视频中表示 暴涨的能源价格和全面的制裁政策 是导致欧洲经济出现困境的主要原因 对此他提醒道 同俄罗斯相比 欧盟的燃油限制会为欧洲带来更大的损失 政府需要在这种状况中维持官方的价格到平均用量为止 这也就意味着政府为家庭们每月提供了18万1千佛林的补助 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长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核不扩散条约修订会议上表示 核能不能成为由于战争引发了政治危机的牺牲品 希尔多比德这样表述道 没有核能就不可能解决能源供应危机的问题 外长强调 薛压力的利益是保护核能能够以和平民用的方式使用 同其他的家庭补助项目一样 明年的家庭住房补助以及抚养儿童补助也将继续 仍然可以申请家庭税收减免 初婚夫妇的税收减免以及高等教育家庭的育儿费 5%的住房增值税折扣将延长两年 全国大家庭协会主席在科苏特电台表示 这是向家庭发出的勇敢而强烈的信息 即使在战争局势中 他们也可以依靠政府的支持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